日军开始发动进攻 四天以后 日军突破了英国守军的最后一道防线 英军指挥官阿瑟·珀西瓦尔将军 率九万余士兵气场投下 在英军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位指挥官率领如此庞大的军队投下 更何况敌军的兵力尚不足自己所率部中的三分之一 英国在远东地区两百年的强权威霸 十个星期内就烟消云散了 可灾难却远没有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